啤梨六點時事節目隆重登場 主持啤梨哥 嘉賓主持 客家佬 好 回來有位熱心市民 幾天打 幾天都打不來 有沒有吹水 好 接我進來 是 是 哪位 是 啤梨哥 你好 是 我叫巴仁 是 巴仁 你好 是 有什麼想跟我們說 沒有的 我之前打幾天都打不來 如果不是 我就出越了 貝君可能成為最年輕打進來的一個 是嗎 你多大 12歲 我大了一年 中三 中四 你十幾歲 中三 中三 十四歲 是 今個月 其實現在的年輕人真的很厲害 很厲害 我們十三歲真的什麼都不理 你很厲害 小朋友 有什麼想說 想是否你贊成TSA還是怎樣 TSA 怎麼會贊成什麼呢 一定有人肯關注學生的學生 學習就好 因為基本上這間學校 我原本的學校 TSA都是爛爛的 有個同學更好笑 他中文TSA要作文 他現在跟你說 老爸要同兒子請病假 要寫一封信給他老師 然後他怎麼寫 他說 我兒子生乳癌生子宮頸癌生胃 他老爸真的這樣寫嗎 不是 那個同學真的這樣寫 OK OK 接著下一篇更厲害 玩科幻小說 不過我不太記得內容做這些小子 是 接著 最慘的是什麼 數學 今日才學 今日那個老師 就是說 如果你們這份卷 出來的成績不是那麼好的話 有可能要加入這個特訓班 我跟著有些歉 OK 他基本上操就不會操得很厲害 但我想其他那些應該有不同的 但我們始終會有擔心 還有有些時候學生做事 真的要做到很久 好像我這樣 我昨晚已經做到凌晨2點 如果你說我懶的話 你功夫這麼吃重的嗎 重 你也可以說 有些量可能少 但他入面那裡扔本 再加上我 就有點懶 還有說完之後 還有什麼可以說 我先問你幾句 我對你這個年齡的男生很有興趣 因為我聽你的聲音 你也很成熟 也有點成熟 跟你的兒子差不多 但我兒子真的像嬰兒一樣 到現在都 真的 你聰明了很多 我想問一下你 你是不是要Bang幾個學校 Bang2 Bang2 我兒子Bang1 但我兒子真的完全不用做功課 可能我又不理他 我又沒什麼壓力給他 你兒子第一年大小功課 他怎會就是Bang2 Bang2 也會少功課 他怎會讓你做到1點多 我兒子8點多 中三就開始多功課 我想問你 其實我Bang 其實我問過我兒子 他很公道地說 他都沒怎麼做TSA 他說很遠 這是他學校的問題 可能是一間間 他學校的問題 但是現在 今日的孫明陽 我不知道你留意了沒有 孫明陽就說 他當教育局長 其實是十年前的事 或者是上一任 起碼都上一任 其實他們都覺得 TSA TSA 如果由孫明陽 說出來 TSA是這麼有問題 我想大家真的要關注一下 一會兒收了錢之後 我都會講一講 TSA 為何家長的反應是這樣的 還有什麼其他事情想說 Bang 還有現在那些 你剛才說 令公子說比較嬰兒子 基本上 我記得去年的時候 剛剛雨傘革命開始的時候 我問人 我今天學校有人帶黃絲蛋 我問他拿一條 結果回去 就被人 被人 說 你為何要帶他 叫我脫掉他 那些就是小學雞反應 是嗎 但是你現在發現 他們很冷漠 他們就叫你 我記得方溫的時候 他們全部都拿著電話 在那裡轉 我拿著電話在那裡看新聞 叫做 他們全部對那些政治 都很冷漠 還有一個叫做高分低能的問題 有個同學 他成績很厲害的 他小學科很厲害的 但他整天說起 很低能的 搞笑 即是怎樣 即是說 這個 到底這個 為何希特拉會 去攻打波幻 他跟我說 我指使他的 你這麼傻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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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說不出來 你明白嗎 OK 我想我明白 你比他們早熟一點 還是這麼說 你現在14歲 問什麼 留意時事是合理的 但是 都在用心讀書 追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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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其實一點點 在總的來說 你說戴黃絲帶是低能的 而我又問我兒子 其實他們全學校 阿SIR都在講 未必夠膽 講得好很多 就是 但是其實 其實一群同學 始終可能是小孩子 都是支持黃絲帶多 反而是有些老人精 懶惰那些 就是為了要顯示自己不同 以及深思細密 懶惰那些混蛋 就會支持藍絲帶 一定會有這樣的同學 即是像你說的那些高分低能 高分低能 高分低能那些不理 那些不理你 你為何會聽我們節目 你記得有一次在賽街愛國愛黨大遊行嗎 當然記得 我看到我在後面穿藍色衣服的 提水給阿迪巴士跪下的就是我 當時就開始認識你們 開始聽你們節目 那你的粗口不是跟我們學的吧 絕對不是 有部份是周星馳的電影學回來 對了 周星馳教是後輩的小朋友 不是我們藍花 那你留意著 遲些我們愛國愛黨 我真的覺得很好玩 愛國愛黨好玩到爆 我做這麼多運動 我認為最有效果 最好玩就是 最安全的 就是愛國愛黨大遊行 但問題就是 我當年就是上了《蘋果日報》 有一陣報出來 然後覺得想什麼好聽眾 然後我說爺爺阿媽 你下次不要再去 你下次當然要再化妝化更厲害 大遊行 不過這麼小時候 就趁自己能夠承擔到的事情 我們當天的愛國愛黨大遊行 和今天的特區政府的形勢都不同了 OK 給點心思讀書 社會就是你的了 老老實實我不是開玩笑 十四歲大巴仙道 你先讀好些書 其他事情 有本錢 你最重要是讀好些書 好嗎 OK 不跟你說 那麼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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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沒有電話 我們有十三歲 有十四歲 你這個年輕人的頭腦都OK 但是OK 但是真的要注意一下 這個時間始終都是 這是海綿吸收的事情 你沒辦法 你發容就是這樣 給心思讀一下書 好 暫時有電話嗎 正在接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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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說 有說阿嬌總理在台灣打來 是的 阿總理 明天我們有兩個節目 好了 本來今天我也想和大家看看報紙 不如說說那件事 就是 前晚 有一個 我其實不知道 那個什麼媽媽 什麼東西 什麼韓國 在亞洲 即是我們娛樂部都說說 稍後再說 有電話進去 好 嗨 你好 哪位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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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你好 是啊 你在台灣 台灣人 對啊對啊 我說台灣人 但是很模糊 電話這麼窒 昨天的電話這麼窒 你就是什麼名字 蛤 是啊 我真的聽不到 嘩 真的聽不到 你叫什麼名字 蛤 蛤 你做不難的 是不是 不是 是連廣東話都聽不到 是有什麼想和我們說 沒有 打來 劉夏元的 告訴你西門町淪陷 哦 西門町淪陷嗎 你去台灣 你在台灣嗎 現在 你幾時回來 星期日 你這次去那麼久 沒有 今天是第三 去五天 去五天 香港人 如果去台灣 西門町最好不要去 其實就等於東門一九陽 OK 沒有人去西門町 西門町其實是80年代去的地方 就是啊 是二十年前去的 是啊 你不要緊 如果要幫人找東西 就要去 要去 如果要買天價 鴨舌 就要去 我想你下面行 就找西門町 沒有辦法 其實有時候想想想 真的很悲哀 說真的 西門町 問心一句 我們就 不要說現在 就算未淪陷之前 我們也不下 其實是相影成趣的 可能有些外產的旅行團 例如台中 高宏那些 三國旅行團 穿著校服的 參觀西門町 很難整齊 那些大隊 警察說什麼事 就說他 譬如過馬路 等燈口 叫他蹲下 全部蹲下 是 很乖 很聽話 但是那些大陸 就是那些大陸的 全家產呢 那些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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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亂當 又在那裡吵 又吵 又發瘋 綠地化 每個人好像鬼上身 那樣的 他老闆說 就是 瘋了 那些小孩 那些小孩 是不一樣的 那些總的問題 那當然是兩件事 香港的小孩 那些小孩 再瘋了也不是這樣 是不一樣的 我知道 你見到 台灣那些 他說好像土 一些土 一些 一些傻氣 但是你感覺到 那種教養 是不一樣的 華老師說 張太太 他說全都不一樣 藍藍綠 全部蹲在那裡 原來是等車 那些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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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西瓜頭 你說到淪陷 其實台灣 大陸旅客人數 和人次數 和香港是花花的 差很遠 已經少了 台灣一定是幾百萬人次 但是他們去某幾個重點 譬如你很簡單 他集中在某幾個重點 集中在某幾個重點 集中在某幾個重點 譬如西門丁 那些地方 他有什麼全靈 那些狠人 一句都說了 馬英九頭重 OK 那你在那邊 你有什麼消遣 你們看低俗頻道 清不清 我清 我很純 我其實剛才 我七點鐘 開始播 會很暢 我還開始播 完全沒有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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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兩天都沒有 那行 證明我們真是無怨佛界 世界性 我們真是世界性 不跟你說那麼多 我們回來再說 OK 多謝你來自台灣的電話 OK 來自台灣的西瓜 再見 好 繼續有電話 等一下 我們再聊幾句 講到一集 剛才是自己的 西瓜頭 我們的節目主持人 有打齊齊法的總理 那麼去台灣 如果我早知道去台灣 就不是叫他買東西 買手信 買東西就不用了 台灣有什麼好買 但是起碼 我們都要拍些東西回來 OK 即是後來我自己走去拍 話說回來 我為什麼想說這段新聞 那麼大家不同都說 韓國媽媽 發國班長 我不是想說發哥 首先發哥 我認為他應該要做特首 有吉士 2016年 不是有沒有吉士 起碼英俊很多 之前減肥 那時候太瘦 可能現在瘦定了筋 頸 收回好 習慣了 就沒那麼頹 真的很帥 第二就是 報紙就說 那一盞韓星 都未頒獎完 就走了 最後留回那對 big band 我不認識韓國的歌聲明星 但是這些 真的不是很專業 如果這樣說 韓國人 或者日本人 騙那些藝能人 比我們感覺專業很多 那難道現在新一代 還是這麼趕著夜機走 還是怎樣 這個媽媽的大獎 就是韓國的一個大獎 為什麼又會在香港搞 我也搞得不太清楚 我覺得香港無論如何 應該搞多些這些事情 不過我就是那些感嘆 我們自己搞 不是 我有些感嘆就是 以前 即是我們成長一年來 有些記憶的網友 那些就會知道 我們成長一年代 全亞洲人 是在看香港的明星歌聲 當然不用說 整個東南亞 都以香港那些演藝 周潤發那些 是打到連日本仔都要看的 不用說 現在我們那些年輕人 又是那句 你九七之後 什麼賊都不行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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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九七之前又可以呢 是不是 好 先聽電話 好清晰 很清晰 你的電話是哪位 哪位 我是李先生 李先生 李先生 你好 我認識你嗎 我應該不會 我想說 你不要經常說 何俊仁他們 是 是 他們其實也挺幫得來的 是 怎樣幫得來的 幫什麼 他這麼多年 都在立法會 都幫忙做事 罵 文建元他們 嗯 OK 是這樣的 是嗎 是的 你投票 你是投票 人哥那區 可以的 我 我就不是人哥那區的 OK 我想問問你 他看AV 你又覺得怎樣 他看AV 可能會議太悶了吧 其實 我還有一個問題 李先生 我想請問你 他是民主黨 當年 完全 沒有諮詢過他的選民 走入中聯辦 到今時今日 出賣選民 那你又怎麼看呢 請問 這樣就 我覺得 你們太粗魯了 罵還罵 什麼粗魯 其實可以理性一點 誰會太粗魯 你們太粗魯了 哦 即是不要太粗魯 是的 就可以了 其實他們都在做事情 你給他一點時間 喂 是其是非其非 他們不是他們在做什麼 要給他什麼時間 他說 他說為民主 我相信他的 三十年了 哥哥仔 哦 民建聯也說為民主 那 他們 如果沒有他們 民建聯就會亂來 李先生 請問你什麼年紀 我 差不多六十 六十 你六十 你不要吹嘴 老老實實 這個是什麼 李先生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來搞事 不要吹嘴 新節目開頭 吵你了 一定是我們的朋友 裝作聲音 還未掌握到 喂 等等 很簡單 如果 我去和何俊仁選 那你投誰票 我當然是投何俊仁 那吵你了 你先吸他 說欺 這些混蛋 吵你了 老老實實說 我不知道是真正解 還是 any friends玩 喂香港就好多這樣人 也不是 喂慢著 我等等再吵你了 你還用再吵幾句 吵你了 我沒吹 你又說他要吹 又說他是 密室談判 剛才他講了 那些是 他說不了網民 他是綜合性 是一個吹老財 問你一個問題 當日 走日 中聯辦 給時間去做事 給時間去做事 做了三十年了 喂 那就是共產黨說要給他時間進步 不如你給民建聯做事吧 你起碼共產黨要給他時間 或者民主黨要給他時間 他起碼要做一件事就是 他起碼要現在沙嵐 以及要輸出他們會有改進的決心 他不單止不沙嵐 就不沙嵐 我們看回歷史 他在議會中的投票 是等於民建聯而已 他不想摩一揚 另外還有一件事 他最懶惹就是不沙嵐 他不單止不沙嵐 他還是要覺得自己是永遠的正確 以及不想被人挑戰去搶人去 我開這個節目 我就要天天吵他 是其是非其非的 叫做李先生 其實這些五毛 是很懶貌的 三毛五毛 你聽你的聲音快要六十 你老毛搞磨 你搞磨出了沒有 你老毛 待會我們要記下電話 以後要不要 不是幫他 有空打電話去吵就對了 其實我們奸外打來封煙的 那些有沒有來電的事 應該是否我們會叫他 他留個電話 先不要說 先聽澳洲的電話 是 喂 你好 你好 喂 你從哪裡打來的 澳洲嗎 在日本 真的好東西 我們真的原來 喂 我出來 我明年 我都好像毓民那樣 台長那樣 走來澳洲 美家 走走走 喂 有沒有人招呼我 你猜 有沒有人認識你 喂 沒有問題 我有三間房 你隨時歡迎 OK 其實是這樣的 你不要說沒有人認識我 喂 我問一下 你是誰的稱呼 威敏嗎 Geo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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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聽我們多久 其實我聽了半年左右 因為我老婆是香港人 所以她特別喜歡聽 那我就加入台 其實我本身是馬來西亞人 OK 哦 本身你是馬來西亞人 那你太太是香港人 那你加入台 你的意思是低俗頻道 沒錯 OK 你太太聽甚麼節目 是現代好合傳 還有做你老美中 嘩 她是甚麼 她是甚麼 她是這麼嚴重的 喂 喂 我們還有些甚麼 嗦嗦爆媽咪臭寶寶寶 大院有樂 我想問你 你的太太是甚麼年紀 她42歲 哦 喂 你覺得不懂得 不過我暫時 說一件事給你看 好笑 好 她媽媽剛剛來了 就不讓她聽 嗯 因為她現在說 她在大肚子 胎教不好 當然不好 喂 這樣就這樣說 喂 這樣就這樣說 喂 你的太太 42歲 現在才大肚子 你之前有沒有小孩 是否高齡 算是高齡 第一胎 但我跟我外母哥說 阿Berry哥說 好兒子教不壞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 喂 等等 你現在是不是第一胎 是第一胎 哇 你42歲 那麼遲才生 是啊 我19歲就結婚了 是不是跟這位老婆 是這位老婆 是這位老婆 19歲結婚 現在才生 意外還是計劃 是不是這段時間 吃得寶品多才有呢 是 其實是去旅行 回來之後就發生了 哦 喂 喂 恭喜你 George 為什麼呢 這個呢 我經常覺得 小生命 就是天賜的禮物 OK 你很多時候 欲求 沒有啊 就是你 喂 明明兩個都驗身沒事 就是沒有就沒有了 喂 你這個就沒得談了 就是你們 結婚那麼久去旅行 竟然中了 那聽不聽 你們自己作主吧 George 喂 其實說給你聽 就是我們試了六年 一直都沒有 接著去旅行回來 OK 即是你們之前試了 即是想要 即是這幾年改變了 年輕的時候就不想要了 是啊 我們也花了很多錢 人工仇人都不行 OK 即是二年就 哎 這樣就恭喜了 喂 真的恭喜了 喂 你有什麼 有一件事我想說的 就是 雖然我不是香港人 但是我是聽廣東話節目 在香港的戲 以及聽香港的歌 那你半個是香港人的了 是啊 因為這幾年呢 毛主的節目實在太厲害了 所以我就沒有看 哈哈哈哈 感覺好像是 我一部分的東西 我是失去了的 是 直至聽到你們的節目 聽到你們是用廣東話做節目 我好像找回一些 我以前那種感覺 嗯 哇 原來我們的節目這麼厲害 其實我覺得 香港人 應該珍惜他們的文化 是 沒錯 因為他們聽廣東話大的 是 如果他們不保存這些東西 他們的靈魂就是一小部分 嗯 嘩 很多謝你 George 為甚麼呢 我們的台 岳余 金柱 他教這個台的唯一目的 其實就是做這件事 我們要捍衛起碼廣東話 去思考 講廣東話 馬來西亞也有很多廣東話人 OK 是啊 你在澳洲那邊多久 20年 20年 OK 那你太太在那邊也有20年了 是啊 你叫你太太關心香港 掛念香港 OK 不要緊 但其實問心一句 唉 去到那邊 在那邊辛苦 就不要在你 說 真是只會有激氣 真是只會有激氣 喂 我有時間 你有否加我Facebook 我試過 因為你沒有加我 因為你說你不認識的人 是你不會加的 不是 因為你不夠我 common friend 不夠十個 我就不加的 你一會兒加我 是啊 OK 你叫George 我知道了 你打過甚麼 或者你PM我 因為為甚麼呢 到時我們去到 雀草 雀草去澳洲 起碼也有一個落腳點 嘔吵 起碼有人 一產半叔 一產半叔你也有 嘔吵 喂 太太何時生 你們來到澳洲 就馬上跟澳洲政府說 你受政治迫害 喂 我不是開玩笑 我不是開玩笑 喂 再搞兩單 我真的受政治迫害 我不是開玩笑 喂 George 太太何時生 下個禮拜 嘩 恭喜恭喜 那就真是不要看 看 《現代荷合傳》 和你做你老公 中環署 動胎氣啊 大佬 喂 喂 你這樣 你太太生了 安頓好了 你拍照和打個電話來 好嗎 因為我們每天上班都是同溫的 OK 我一直聽 我老婆 那次大吐 聽到一段 她一定要關機 但是你小鐘的足球那段 她說 她再說 她會賴療 不要啊 因為為什麼呢 現在 你大吐婆的隱療是弱一點的 好像 如果真的賴濕成打車 不要啊 不要聽那段 是啊 我有時候我自己聽 我也覺得好笑 喂 你記得吧 你生完之後 拍照和報告消息 打電話來 叫太太打來 打電話來 好不好 多謝你 多謝你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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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 OK OK 做封建節目都幾個人 原來 澳洲也有 澳洲也有 四海 那一陣子就加上去 台灣也有澳洲 海地也有 好厲害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今天就草草了事 有啊 是嗎 今晚很豐富 今晚我們又去 今晚南皮書 厲害厲害 台長終於上來了 什麼台長啊 台長 就不是姚冠東 姚冠東沒有那麼快 我想就要 梁錦祥 梁錦祥 賣Vidio 賣Vidio的台長 今晚就會說很多關於網絡上 反而我想說一下 談一下 個人的辦法 希望大家繼續留意 啤梨晚報 下個星期我們的Jingle 各樣東西會做得專業一點 內容也希望紮實一點 起碼編排好了 每一天我都在想說什麼 但我都很珍惜這個機會 其實每天有兩個小時時間 跟聽眾在空氣中接觸 說得說回頭 我不知道為什麼 雖然說啤梨晚報兩個小時 可能過的時間比蠔俠轉還要快 是嗎 蠔俠轉一個半小時而已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啤梨晚報兩個小時 一會兒就好像玩完了 我昨天有個朋友跟我說 他說他下載了節目 第二天上班 他就看著 蕭瑤柔 他也是會先聽我 因為他說 覺得好笑一點 這個Mandy說 你不要那麼粗魯罵 而是要詩文 Mandy 我不會罵你的 這是字丟來的 就像剛才所謂李先生 吵你老母 罵人 就當然要痛的 難道說 難道說 誒 你很壞 你很壞 吵你老母 難道這樣嗎 對不對 當日有人說可以很粗魯罵 我們是在旺角 小舟和路斯芬一樣 追著九條街 哦 有空我們找一些片 播給你們看 陳婉嫻 最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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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說出來 陳婉嫻就躲起來 是啊 上樓啊 不是啊 躲起來 上樓 所以真的是主席 李慧琼 他還笑 可惜沒有拍到 有 有拍到嗎 還笑 Paul呢 小舟啊 譚耀宗 小舟的嘴面表 沒有拍 不是嘴面表 是真啊 真啊 真啊 寶羅啊 不是啊 但是梁美芬都真的很不要面 我們不斷吵他 還在說 Hello 賤人啊 真是賤人 賤人一名 但是我其實我是不肯夠了 因為我吵李慧琼 他這樣看著他笑 你反而 你反而遠 反而遠 你吵陳婉嫻 因為有些 陳婉嫻有些人保護他 是啊 我們很生氣 就越吵越狠 但是吵啊 你老選婚 一一 老那麼少 老選婚真是賤 他真是在這樣 你老闆 你老闆 你老闆都不吃 你以為甚麼 你這樣 他真是賤人 你賤到這樣 所以柔惠禎輸給他 都沒辦法 都無法可笑 因為他真是賤 我就會聯繫一下 大家放心 你們喜歡柔惠禎女神 看看有沒有機會做 我們下星期的嘉賓主持 我不認識他的 他就試一下 下星期再見 一會就藍皮書 以及You can see with us 好 好